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修整这一棵枸杞 这里有一棵荆材 盆景呢 其实啊和人是一样的 怎么这么讲呢 每一棵盆景我们要把它培养成经典 那么人呢也是一样的 人呢是我们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 只有你自己这个足够优秀了 你才有这个能够去承载 更大的一些福报 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个能量的话 那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盆景是一样的 人的这一生呢 除了让自己这个更加优秀 没有呢 第二个这个选择 就像这个盆景一样 如果说是 它不能把它培养成材 或者是一盘优秀的盆景 那么呢最终 它也将会被淘汰啊 这长了一颗地盆景 但是也要把它清除出来 把它主干长出来 现在呢好看多了啊 这个老庄呢 这样看的话也很漂亮啊 这也是养得有两年了 从挖下来养得也有两年了 当我们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啊 随之而来想要的也就来了 当我们自己这个不够优秀的时候 求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这个强大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除了让自己更加优秀 没有第二个选择 这里呢我转飞让它留一个 不要让它长得太多 尽量让它变得这个 简单一些啊 让它变得这个简单通畅 我这个玩盆景呢 我喜欢然后简洁的啊 不喜欢这个太热闹的 黑是黑白是白 朗朗分明 那么这个腰枝呢 也把它刷掉 不够简单 好了 这个形呢就已经修好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啊 也非常的有力气 身的也非常好看 非常感谢大家 对小强的支持 谢谢大家